好来看到花莲文旦幼农产今年春雨少 严重的生理落果仍持续当中 现在玉里镇东风地区文旦幼园 发现小黄记码危害数量是逐渐的攀升 那么农民担心影响产值 县府农镇单位也呼吁农民 正值结果期 气温日渐的升高之际 也是各类病虫害耗发时期 应该要提高警觉事实进行的防治 正值文旦幼果结果时期 但是农民发现 园内文旦幼果的克星 小黄记码危害数量逐渐攀升 农民忧心恐怕会影响 今年文旦幼的产量与品质立即通报 县政府农政单位随即派员现刊了解状况 它的幼虫是属于白色的 白色的 对 这就是被咬到了 哇 那被咬到怎么办 这样就 这样的话就没有卖相了 就没有卖相了 翠绿的文旦果皮上大小不一的黄色斑点 就是小黄记码叮咬后留下的痕迹 农民担心卖相差之外 连带也会影响文旦幼的品质与产量 县政府也高度重视 也在华林南区的文旦幼产区设置六个监测点来监测 并且也呼吁农民提高警觉 适时进行防治 农民指出小黄记码危害从三到四月的文旦幼果期就已经出现 而随着气温的升高 各类病虫害也越来越明显 现在农民在田区悬挂 黄色粘虫纸 防治 小黄记码等病虫害 并且也进行果树修制等工作来加强田间管理 希望能有效降低虫害的发生 避免影响今年文旦又出口产销 记者是玉兰 玉璃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玉璃采访报道